现在是在明镜电视明镜历史台 我们播放的这一档纪念杨炳章教授 或者杨炳章博士的这么一个节目 上一期我们讲到了杨炳章家族的这个故事 那么由这个赵伟介绍成三东军区 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一个三东省政区 而是在当时候中国最有实力的 中共最有实力的几大军区之一 事实上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中国出现了一批将军上将中将 那么这批人好像当时候在中国的军队体系里面 扮演了这个指导性的角色 所谓这个将军其实都是变成了三东人 为什么呢 是跟这个当年中共比较早的在三东 在四十年代就开始建立了这个 他的军事实力 跟吉他省就不太一样 吉他省很多是在四十年的末期 或者是五十年代 在开始建立所谓的这个军区 另外就是整个故事里面 我们也采到了这个赵卫先生自己本身的家族 他的爷爷居然是云南讲武堂 朱德的学弟 叶基英的学长 那么我们现在这一集呢 我们继续要再讲杨炳章的故事 我们上一期讲到了杨炳章是一个烈士子弟 这个烈士子弟不是我们一般讲的 中共什么这个国共内战啊 或者是这个朝鲜战争呢 而是讲的是抗日战争 而抗日战争 国民党的就是你讲起来 哎呀你们共军了 哪里抗过日啊 没有几个人战争打过日本人 弄来弄去就是一个主权将军了 是这个这个抗了日啊 其他都不算 但是呢赵卫先生也讲了一个事情很有趣 所以你们国民党的有一些抗日将军了 是死了以后在追授的 如果死了以后追授的话 那看到了也可以追授一些 像这个赵卫先生的这个外祖父的杨绍忠 这个先生 他是一个师级干部 那师级干部 那个将军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再来讲一讲 作为一个烈士子弟 杨炳章 后来在山东 寿光县是吧 是怎么生长起来的 他其实呢 前到12岁之前 他就上小学 他也没什么特殊的 我们现在还有照片12岁的这个杨绵章 他最早的照片是50年那张 他去杭州跟我妈妈我姥姥照的 那个时候在几岁吧 50年嘛他是几岁啊 他是五岁嘛 五岁 他这是这样 我妈妈呢 在1956年 人民大学毕业之后呢 就分配到北京大学经济系 当这个老师 五六年分配的 就九月份来报到的 然后呢 57年 我妈妈就 把这个杨炳章接到北京来了 接到北京上中学 当时离我们很近的 有一个很好的学校 叫101中学 考试了一下 他就进了101中学 你还讲到101中学的话 就是 你还知道有哪些 在101中学出来吗 101中学 他是1946年成立于张家口 最早他叫张家口 这个什么 禁察纪连中 他们的校使说 他们最早是 华北军区的学校 著名校友就很多了 什么曾庆红 毛远新 这个大人物里头 什么刘奇 武少祖 这就一大堆了 一大堆 他这个是1957年进入 然后上了六年 初中高中 1963年毕业的 OK 讲到听说 你舅舅杨炳章 跑到这个学校 说傻乎乎的 就是 就是大家都看不起 因为101中学和高干子弟的学校 最大的一个台队 就开始比自己的父亲 母亲是什么级别 那你这个烈士子弟 你算什么呢 对吧 他是这样 他精神上是不输于他们的 因为我是烈士子弟 但是呢 他也没级别 他生活也很辛苦 就这点钱 我妈妈也是一个助教 我父亲也是个年轻老师 都是没有什么钱 就是一点什么 100块工资 90块钱 你父母都是北大 还是在人大 我父亲一直留在人民大学了 我父亲留在人民大学 当教员 然后是讲师 就是100块钱工资 100几块钱工资 17级干部 当时你要跟功能比 是不能算少 但是在干部层次里 那根本谈不上的 他还要负担 后来我这个他不负 他也死心的时候 就被他整死了 他还每个月要给老家 养自己的母亲 寄几十块钱 我们很紧张的 他上这个101也考试了 据说考的还不是很简单 当时考了这个天文 地球为什么月亮 围着地球转什么 那很多要是农村来的孩子 他是不会的 他都会 他就上了 他还是个知名的学生 因为他体育特别好 他这个曾经得过 这个1000米四层接力赛 他是这个最后一棒 他跑白米也是11秒 当时这个 他后来学习也很好 这个他有传统的 学习也很好 他上大学是没有问题的 1960年的时候呢 就选这个选外语 选外语呢 当时就是本来他应该选俄语 这时候我父亲呢 也算他的监护人之一了 因为我父亲从云南来嘛 那时候美军在昆明什么的 我父亲就说你得选英语 你不要选俄语 俄语这个学的人多 将来不一定怎么样 就他选的英语 然后选这个高三的时候 选这个专业 选这个文理科的时候呢 他就他就上了哲学 康德费尔巴哈 这些黑格尔这些 这个也很少见的 他迷上这个了 他要文科 他要上北大哲学系 因为他就我们家 就住在北大里头嘛 他天天从北大去上学 你们怎么里面是住在北大里面 不是在人大吗 但是我妈妈是北大的老师 所以我们家一直住在北大 不住人大 是我爸爸每天 他经常骑自行车跑 我妈妈就 因为那时候还是救着女方 这个 OK 救女方 我们都住在北大里头 开头我们住在平房里头 是老燕京大学的一个 就是现在留学生楼那边嘛 韶圆嘛 老燕京大学的校医院 后来改成平房 住这些年轻老师 住在那儿 他从那上学 他要考北大哲学系 他考分也很高 据说平均分是85分 完全够上哲学系了 但当时呢 有一个制度就是说 部队院校可以优先招生 你不知道你的分数 当然你可以拒绝 但你拒绝了 你就失去这次机会 所以有一个张家口 军事办理学院 就这个 就要录取他 如果你拒绝了这个学校呢 你不知道你的分 你有可能上不了大学 这都可能 当时呢 当然我妈妈和我父亲呢 就说你还得上这个 军事办理学院 他就他就同意了 他就 军事办理学院 这个军事办理学院 我看了一下 他说 他的前身啊 再早就不说了 他说他前身是1947年 成立的这个中央军委 什么 外语集心队 后来呢 他等于是 在那个年代 他是文科的哈军工啊 知道吧 去了就受这个准卫军衔 而且那个年代呢 他是吃的饱的 这很重要 你当一个大学生 你天天在这个北大 你就喝棒子面粥 那部队院校是 你是能吃饱的 嗯 给他去了 到了军事办学院的 那个制度是很严格的 对 我们编导可以拉出一张照片 就是杨炳章的 军装的照片 那个军装 还是军装改制之前的 对 他是六三吧 六三年去的 可能六四年 就发了这个军衔 是准卫军衔学员 现在的部队里头 有几个六三年 六三年的准卫军衔的人 对吧 对 根本没有 离干求所里有 嗯 但是他这个人很怪的 他也不入党 他也受不了 这个纪律约束 在那点呢 他学了一年多 其实打起他英语的 最初的很好的基础 中学也学了 学了三年 那地儿是强化训练 但是他很不适应 他那个 他认为这些都是官僚 这些将校 校官都是官僚 是这个将来那个 怎么怎么样 他反正很不适应 他就要退学 这也很怪的事情 因为生活很紧张 要出操什么 他这人有难三 尤其是他知道自己的 学分完全能上北大之后 他就很不平衡 很不平衡 他要退学 他要到北大去自学 甚至他想呢 他考北大哲学系的研究生 这是他的梦想 他的梦想 后来他就发展到 在部队就发展到 因为我也当过兵嘛 他发展到叫躺床板 就是他不出操了 他用这种办法抗议 那部队拿他也没办法 最后呢 就是军校就把我妈妈找去了 我弟弟那个文章里也说了 还带着我弟弟 我弟弟当时刚生嘛 我妈妈就是 反正他就按现在的话说 他是个护弟姐 他就护着他这弟弟 他弟弟怎么都是正确的 他就同意了 他这个退学 最后经过一番斗争 他就退学了 按退伍军人待遇 把户口又转回北京 他就跑到北大自学 当时呢 因为我妈妈 这个很不营业啊 但是我们还是 很罕见的 这么搞 他也没有收入了 自学 不是我还是在讲一句 这个张家考尊士学院 有人认为 他是中共的一个情报学校 你认为这种指控是正确的吗 那我不好说啊 我不好说 他是什么学院 这个东西 后来呢 这个学校最后签到洛阳 大家也知道啊 洛阳外语 军事外语学院 后来他们已经军人了 也不是军人了 他到底是什么学校 我们这里就不讨论了 这个反正是 归组织领导一个学校了 出来之后 就是洛阳外语学院的情深 现已军人 当然也可能是五官 也可能是怎么样 我不好说 咱们在这里也不好说 反正他就退学了 退学到了北大呢 当时还是很有人帮他的 因为北大当时是两拨人 一拨是解放区来的这些人 他们是一派 包括后来大明町的宁元子 还有一派呢 是地下党 地下党是彭真留人 他们学历高 出身都是这个 应该是出身是资产阶级吧 要不然你在解放前 你怎么上大学呢 但是我妈妈他们这批 是解放区来的 所以还是有人帮他 他也办了正式的 北大旁听手续 他还以这个当年 毛泽东自诩 说是北大嘛 都是有这个旁听的传统 哲学系 历史系 政治系 他都有旁听的 他还想 一想天开 想考北大研究生 哲学系 当然不是完全不可能 但是那个年代 杨级生是很少的 随后呢 就是他在北大 这样的情况呢 从六四年到六五年 但待了一年多吧 我妈妈养活着他 他呢自诩 说是我妈妈是马克思 他是恩格斯 马克思要资助恩格斯 知道吧 后来有一次 他们俩吵架 我妈妈说 说我也想当恩格斯 你来当马克思算了 不资助我啊 他就看这个 菲尔巴哈什么什么 这些书 他有借书证什么的 这样混到六五年底 可能六六年初 这时候我妈妈也被那个 他们那时候 在北大被这个校党委 这个打击 因为什么四清啊 什么以前的事情 都给下放了 也管不了他了 他呢 人家说他有所好闲不行 就把他 经他自己同意 把他的户口 转回山东老家了 当时他去转户口 人家警察都跟他说 说你要转出北京 你可回不来了 他不在乎 他觉得这个 不在话下 他是以这个 革命接班人自诩的 我听说那时候 他就经常半夜三更的 在外头游荡 大喊 这个问苍茅大帝 谁主臣服 虽然他是劣势子弟 他也不是高干子弟 但他还有这个气质 认为自己 他回到老家 这情况就不一样了 马上就不一样了 他以前呢还在老家 还帮助这个当地农民 告过村干部 那你现在又跑回来了 因为这个66年的时候 我还回过这个我姥姥家 他当时正好在 已经就是 就是一农民了 挣公分 什么什么 那时候的烟也不要钱 满地的烟叶 他就把自己抽的也不行 我叫他来北京 他66年呢 秋天他又来北京 他还住在学生宿舍里 参加文化大革命 他经常来北京 所以呢 就他的学历呢 就是这么个学历 但是他英语是很好了 有这个基础 军事外学院的基础 所以后来他主要的 就靠这个英语 在那个年代是很稀缺的 很稀缺的 而且65年 他就在北大图书馆 看到了很多英文杂志 人家送给北大图书馆 北大图书馆并封存着 包括外国学校的招生什么的 他就萌生了想去美国学习 当然美国不行 他就苏联学习 他都想 外想 所以到时候呢 他参加文化大革命 这时候呢 我妈妈呢 宁元子大字报之后呢 我妈妈她是 她在北大被认为是左派 怎么说的呢 就是1959年呢 她给毛主席 农村的问题 开头表扬她 后来就把我妈妈 打成这个右倾国一份子 当时北大 这句话我没听明白 毛主席什么 给毛主席上书 你妈妈 那时候刘兴这给毛主席上书 连那个王刚那个演员 小学头还给毛主席上书呢 中央办公厅得回信 他就荣耀的不行 开头呢 中央办公厅表扬他 后来就不行了 给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他因为他是搞农业经济的嘛 反映农村问题嘛 大跃进 当时北大打了五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第一名就是副校长 周鲁峰 那他就是个助教 但打了五个 就等于 这就等于后来又平反 就等于受校党委迫害了 就被认为是 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把校党委打垮呢 这些人就等于是左派 他们出来 也算掌权吧 也没什么掌权 然后成立了校文化革命委员会 宁元子当了主任 我妈妈呢 杨勋 他也是这个常委啊 还是委员 但是他就很快就跟宁元子 他们就有分歧了 有分歧了 所以我就等于他就反宁元子的了 文革他也参加了 所以这个杨炳章来了之后呢 他都参加了 他还是依托我妈妈参加了北大文化大革命 这里呢就发生了一事 就是1966年7月25号晚上 26号晚上两天 中央文革 江青 康生 陈伯达 他们到北大去召开万人大会 在这个万人大会上呢 江青就反对工作组 这不用说了 但是他讲了很多他家里的事 突然他就声色俱力声泪俱下 他说阶级斗争搞到我家里来了 说这个 张文秋 就是毛岸英和毛岸青的这个岳母 说他是个政治 政治爬手 他硬把他的女儿塞给这个毛岸青 这个 我不承认这个张绍华是我的儿媳妇 毛主席也不承认 他说那你们北大的这个 当迫害我的女儿李娜 李娜是个好孩子 点了一些人的名字 还有弄得全场大华 当时就有人去追 这个 揪这个 毛岸青的妻子 揪这个历史性的好兵 就他认为迫害他女儿的这些人 后来大家就说 连康生都看不下去了 说不要在这说家里的事 江青还哭了 因为他可能第一次参加这个群众万人大会 可这个露出 可有他说话的机会了 然后他还说 他说毛主席很关心北大 同志们可以来找毛主席 其实别人都没听进去 就这个我这杨炳章 他听进去了 他坐在第一排 仔细的观察这里的情况 他坐在第一排 他发现这个 江青他们跟这个李雪峰 当时的华北级书记有矛盾 然后他觉得这是个机会 他要见毛主席 然后当时呢 当天据说议论江青讲话 北大就有20多人被打成反革命 因为大家都议论啊 就被揭发出来的 这个怎么江青在这说家里的事啊 这很不好嘛 就是说不应该说 当时大家只是这个局面 不说 然后他就 这个7月26号呢 约着我妈妈 这个去见毛主席 他还事先准备了一封信 给毛主席的信 这类信呢 关键性的就说 江青同志啊 这个 他这个太激动了 他不适合这个 从事现实政治活动 请主席这个考虑这情况 他会给主席这个 找麻烦 那他有这么一封信 他自以为他是接班人 他是党的子女 当然我妈妈也看过这个信 也同意了 他们俩就去了 去中南海 结果呢 登记了之后呢 后来呢 就找他们 齐本宇来了 找他们 其实也毛主席 当然没见了 就把他们拉到钓鱼台 见了江青 开头江青还不让这个杨美章进去 后来就同意他进去了 因为他们都是山东人 他们是 围方专区的 江青是这个诸城人 他们是一个专区的 其实是 其实开头 气氛还很好 江青还抱着这个 我妈妈哭 说我们都是被打击的 怎么样 这时候结束的时候呢 讲了很多了 北大的事 江青因为也是要整 这个校党委的嘛 整工作组的 结果呢 结束的时候呢 杨美章就说了 说我想见毛主席 那江青说这个 以后再说吧 你现在 他说我就是想见毛主席 你说过毛主席 可以见我们北大的人 江青说你这要求太高了吧 说 他说那这个 其实我有 说你找到去干什么呀 他说我反映情况 我还有一封信 要给毛主席 江青说 那我给你转交吧 他还觉得 因为他也有一点 学着这封信 说江青的嘛 他就 不愿意 后来也没办法 他就 应给江青了 江青肯定就看了 江青是肯定看了 因为后来江青 特务呢 就指的你还背着我 想向毛主席告状 这在当时就被认为是 特别任务行动 就是特务 最后呢 后来我妈妈就去串联去了 其实带着我 当时我在我姥姥家 带着我去串联 我们去了这个南京 武汉 青岛 长沙 韶山 当时呢 他不让我叫他妈妈 因为我是小学生嘛 只能叫他老师 这也很罕见的 后来到了长沙 他就把我送回来 让我自己回来 他又去了云南 等他再回来呢 已经是12月了 这时候我舅舅就出事了 因为呢 他在参加这个大辩论的时候啊 北大有一些人 炮打中文系的 什么虎山型战斗队 辩论到焦点的时候呢 他就替这个虎山型 这个战斗队一些说话 人家说还有没人 赞同他的观点 他就按捺不住的 跳上台去 辩论 人家一看 你是杨炳章 本来那些人就是 宁原子的支持者 你姐姐是反对宁原子的 然后就把他扣起来了 扣起来就抄他的宿舍 就抄出来他写的这个文章 并没有发表 红旗15期杂志 什么摘屏这些文章 那当然这些文章 就反中央文革的 那你就是现行反革命 就把他扭送到这个 北京市公安局 当时可以群众 可以把他扭送到公安局 公安局也不能不收 公安局就把他拘留了 这就对这个北大的 这个反对宁原子这一派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然后我妈妈就回来了 我妈妈回来之后呢 到这个消息呢 她还不以为然 因为杨炳章有一个 所谓反动言论 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呢 使得这个中央政治局和常委 被中央文革代替了 后来我妈妈说 说这不就是事实吗 不就中央政治局 不就被中央常委 被中央文革代替了吗 总之还是替他开脱 然后呢 有人揭发 我妈妈说 有人说你要在北京 你可能也要参加炮打中央文革 他就说那很可能啊 我可能也是 反正这类话 然后这些人就抓住了 就把我妈妈也扭送到 这个北京省公安局 就算是拘留 但是他们说是被逮捕了 这样就催垮了 这个反对宁原子的这一派 当时叫红联军 后来宁原子回忆录里呢 宁原子最后文革都是被清算的 他一条罪状 就是因为后来他们也不让 这个杨勋扬美章回来 一直被扣在了公安局 被扣在拘留所 什么范步桥啊 功德里面这些监狱 这是宁原子的一个罪状 然后宁原子后来又写了个回忆录 他这回忆录里就说啊 他说是汤生指示我抓这个杨勋扬的 但是呢 他说周总理也过问过这件事 周总理过问了 说抓了没有 送到这个谢夫智那没有 所以呢 他就说呢 说当时你们批判我的时候 为了保护总理 我就没说这个情节 说现在我不得不说了 周总理也说了这个话 也问过我们 当然这也有可能 我们不好说这里是怎么回事 因为这两个人是江青亲典的嘛 得罪过江青 有这么个情况 后来呢 这个杨炳章呢 就在关了一年多 他比我妈妈早 就把他遣送原籍 就回山东去了 遣送原籍 当时处理这个干部呢 就叫做开除党籍 开除军籍 开除公职和开除军籍 这是同一回事了 遣送原籍 我们管的叫三籍 你这个人在部队 你犯了事 你就叫开除党籍 开除军籍 遣送原籍 他就不是党员 他也没有公职了 就遣送原籍 又给赶回山东去了 后来我妈妈过了几个月 又办学习班 才出来 但是办学习班 他还是很认识一些育友的 很著名的育友 像杨上坤的儿子 什么什么 包括刘元 这都是育友 还有一些其他的 谁呀 谁你妈妈的 我们俩都认识 因为都是这个档次 都那时候做不牢 这就是一个资格 你那时候做不牢 杨上坤的儿子 哪一个是杨少明 杨上明 就是搞谁赢的那个 对 包括李景全的儿子 早放的 结果就给打死了 打死了冬天 本来没死 在操场上 没人敢救就冻死了 陆定一的儿子 也给打死了 那时候你坐的牢 其实还是 还是一种保护 你要在外头 你又不服 那打死的可能性很大了 尤其对那面的人 你刚才说 陆定一的孩子 之前是哪个人的孩子 被打死了 李景全 李景全 他被打伤了 在操场 没有人管他 冬天冻死的 反正也等于是打死的 谁敢救啊 后来不是我弟弟 那个小说 文章里也写了吗 他们被拉回来批斗 结果就武斗 把他们打的都是伤 然后这个杨炳章呢 就在回去的路上 就质问这个 押送他们的部队 说你们为什么不制止武斗 还反复 然后我妈妈就说了 他很像这个共产党那些 那些江姐这种人的 他的长相也很像 他就这种人嘛 就说啰嗦什么 不就挨了几下打吗 知道吗 一下就把我舅舅 就说奔回去了 知道吗 一个大男人 然后那个 其实我妈妈呢 他放出来之后呢 他还是没有垮 就第一批恢复党籍 当时部队的军宣队 进了北大 他没有垮 他第一批恢复党籍 但是他也没被重用 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好像邓小平还说过 说这个杨勋是个好同志 据说有这么一句话 他是宁元子的一个 主要对立面 主要对立面 文革呢 因为他被抓到监狱里了 他也就没实际参加什么事 他实际上也没参加哪一派 但是他是很有影响的 后来他 七八年以后 当过经济组织的董事书记 也算是个实权人物 还有发展组什么 他都当过顾问什么的 就是北大经济系的党总书记 你妈妈 对 后来我听说他不是去了 这个什么发展营党中心 他后去了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所 去呢 本来是让他主持这个 农村发展组的工作 但是呢 中间因为他已经50多岁了 调动他的时候又耽误了两年 等他去了 就已经 就这个事就黄了 但他还是愿意去社科院了 他觉得社科院 更好一点吧 反正他既然做了这个事 就一直调动到社科院 但也是当了个实主任而已 他是这个农村发展中心 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的理事 理事 那是早期的经济改革开放的 这个理论实际者之一啊 对吧 他也没到那个程度 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 他是三二年的人嘛 三二年出生 那时候也就四十多岁 七八年 那他的资历比这个 王岐山他们这些 还是高很多啊 王岐山他是功能力大学生嘛 他不是那一代人 他不是那一代人 他是老三届嘛 他是老三届 我妈妈是五五年大学毕业的嘛 而且他是吊干生 他是算抗战干部居然 对你做的好一点点 对 后很多了 不是我说你现在做的好一点点 你的头部下太大 中底部规定 必须是年满十二周岁才算参加革命 你不能说八九岁你就参加革命 那不就乱了吗 所以他就是参加工作的时候 还不满十三周岁 他应该是这里最早的了 走的最显得的了 后来杨炳章呢 他发回老家之后呢 人家还对他不好 老家嘛很苦的 那时候一个公分我还去过嘛 一个公分就一天就是几分钱 没有钱就有点吃的 他也待不住 他就逃到这个东北 因为山东人是有闯关东的习惯的了 逃到东北 吉林的延边州的林场 他们那有这个亲戚朋友 在那儿伐木 那点就吃得饱了 结果到了那儿之后呢 他应该收听这个莫斯科广播电台 咱们说过 另外呢他就离朝鲜很近了 那时候朝鲜的发展是 比中国强的多了 在那个时候 而且他跟中国关系不好 在从66年67年68年 都跟中国关系不好 很紧张 所以他从那儿呢 他就萌生了跑朝鲜的这么一个念头 他还带着自己的一个什么猎属诈 他想去朝鲜 还想从那儿上 上苏联莫斯科上学 这就是乱想 其实是乱想 人到了这个 没路可走的时候了 在那个伐木场 当然也就是这样了 后来有一个人 还跟他一块在伐木场 我还见过 这个人还陪他一块走到鸭绿江边 到了冬天才可以走 冬天冰封了 那个边界也不 也不严 他跟别人没怎么说他去朝鲜的事 我问他还是跟我说了一些 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经历 很稀缺的一个经历 你又是哈佛博士 你又是朝鲜的逃犯 三次坐牢 在中国坐两次 在朝鲜坐一次 他说 他说在加入江边 当时关系很不好 中国这边就竖着大牌子 写着 中文和朝鲜文写着 反帝必反修 朝鲜那边也是大牌子 中国中文和朝鲜文 国家要独立 民族要解放 就是他认为中国要控制他 他去了之后呢 小冬说他被暴打一顿 他倒自己没有说 是不是暴打 他说开头在边境 给他关着 跟那些各种 跑朝鲜的人很多了 当然都是为了吃饱饭 甚至为了找女人 什么 以为到朝鲜可以 那朝鲜都不理的 都给关起来 当时和朝鲜的经济情况 就是比南韩还好 比南韩还好 比中国更好了 他吃得饱 他穿得暖 这个钢产量也有 苏联也给他援助 这不用说了 人都是哪个山 不要说人了 这个兔子都知道哪山 哪个山的草多 水多 很多人要跑 但是他比较特殊了 他一去也告诉人家 我是曾经是军校的学员 跟那些一般的人 是不一样的 后来就把他送到平壤 有留下他的可能了 他提出去苏联上学 这是不可能的 人家告诉他不可能 到了平壤之后 他都去了可能七八个月 他已经会说朝鲜语了 后来要留他 要留他呢 但是这时候 中国跟朝鲜关系 就急速改善 先是总参谋长黄永胜去 六九年 后来周恩来也访问朝鲜 改善关系的 中国的一个条件就是呢 你必须把我们逃过去的人 都送回来 朝鲜也答应了 双方互送逃人 当然呢 这是有一个条件 就不包括朝鲜族 朝鲜认为有朝鲜血统的人 我不能送给你 我认为这是 这是我的人 这时候他已经到平壤了 他说呢 有一个将军金少将 还有一个女的 上位 崔上位 这两个人就跟他谈话 说现在呢 我们得送你回去 可能回国你要受处罚 说很重的处罚 中国现在很乱 其实我们希望你留下 但是有一个条件 你自己回忆 人家跟他说 你自己回忆 你有没有朝鲜血统 你的母系 你的奶奶 这些人 有没有朝鲜血统 其实人家暗示他 你只要说有 人家就留 人家也没法查 对不对 这时候呢 他就思想斗争了 他已经不想留在朝鲜了 他说处罚就处罚 我没有朝鲜血统 送我回去吧 我就问他 我说你既然去了 你也知道回国内要处罚 你怎么还要 还同意回来呢 他说朝鲜 他说我在中国也坐过牢 朝鲜的边境那牢 那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他说呢 看到那墙上 很多被关的的人 写的那个 刻在墙上的那些字 中国字 他就没具体说了 他说简直就是 他就不想呆了 后来我也知道 很多朝鲜族的干部 去了北朝鲜 满心想建设祖国 后来去了就不行了 去了就知道不好玩 你只要不是嫡系 你很惨的 他也没那么多 跟你没那么多客气 后来想回中国 都是很难的 很难的 不是周来 后来就把那个 郑吕纯耀回来了 他写了《解放军经营曲》 觉得这个人 如果不出中国籍 这历史不好写 知道吧 到了这么一个人 回来 其他人想回来 朝鲜也不放啊 最后在 70年春夏的时候 应该70年夏天 就把他送回来了 送回来了呢 遣送回国 这名字叫遣送回国 他去朝鲜呢 本来说叛国投敌 但是这不是投敌了 就偷越国境 偷越国境 应该 还加了一个罪名 叫做阴谋投靠苏修 阴谋投靠苏修 就没投靠 但是阴谋投靠 阴谋投靠苏修 他在这个天津的时候 他又用手表 他逃跑了 说是把那个押送的人灌醉了 逃跑了 跑到北京来了 用手表呢 跟人家在火车站 换了若干一两 一十块钱 跑到北京来了 他呢还是想逃 他想逃回东北去 他觉得在那个临城里头 他不会被逞华 那个地方都是各种逃亡的人的地方 当然司机他怎么想不好说了 但是呢 他给我妈妈打电话 他在西单还打长途电话 他也知道 他就想要点钱 但是我妈妈也没钱 我妈就不懂 就说你先回家吧 反正他也走投无路了 就跟我妈回到 当时我们家 被赶到这个海淀镇上 一个北大的一个小房子 一堆小房子里头 就前后门 据说刚端起碗来吃面条 就来人了 十多个警察 小冬说房上也有 那我不知道 当时我也分配工作了 在那个北京西郊的一个砖瓦厂 我不在家 我妈妈是正好从江西的干校回来 李渔州干校回来 生我这个最小的这个弟弟 我这弟弟是六月生的嘛 当时他有五十六天产假 那应该是七月份 就把他抓走了 抓走呢 拿回这个山东去之后呢 就给判刑四年 罪名就是偷越国境 阴谋投靠苏修 后来念他是烈士子弟 就轻判了 因为这个罪名 在当时十年八年 枪毙的都有 对吧 给他 他还是判了四年 据说呢 当时山东激南部队司令员杨德志 他可能还知道我老爷 他还有个批示 他这个批示说也很怪 他说太不像话了 敢偷越国境 一定要这个 严办 说那个只有严办 我们才对得起 他死去的父亲 对得起烈士 那底下拿着这个东西 也不知道怎么研办了 就最后判了四年 在山东坐牢 这时候呢 就是70年 算起 后来呢 可能提前了一点 提前了一点 到74年 把它释放 释放的时候呢 在这之前呢 我妈妈这个 对外的开会呢 就参加农业学大寨会议 就认识了他们地区的一个书记 地委书记也是老八路 魏书记 就说到家里 这事 魏书记说 这个怎么判这么重啊 他就回去呢 就把它提前释放了 提前释放之后呢 还说了说这是个人才啊 他会英语啊 说应该给他安排工作 后来县里就说 那安排什么工作 没有指标啊 没有名额啊 后来说按这个顶替 后来顶替也不行啊 他并没有人 放下一个公职来 他家里人顶替 后来说他牺牲了嘛 他还要什么顶替 最后就把他安排 在一个公社中学 寒敲中学教英语 每月有三十多块钱工资 那比农民就强了 还是农业户口 他出来之后呢 他就跟我这个舅妈 叫华池结婚了 他们俩那是101中的 这个高中同学 当时这个华池呢 他是团支部书记 要发展我舅舅入团 他是个高干子弟了 他父亲是一个九级干部 陕北红军的 1929年入党的 高岗牵连 才定了九级 他认为他应该定六级七级的 这人都是这么想的 29年参加共产党的 我小时候去他们家 当时在市里 是一个交通部的一个局长 那就不得了啊 那真是红二代 家里是小院 那个桌上都摆着水果啊 糕点 他们让我吃 我开头还不吃 后来反复让我吃 我就开始吃起来了 后来回来家里 还说你怎么 你怎么这么吃 我都没得过这东西 还是这东西很稀缺啊 后来我这个舅妈呢 她是大学生 后来又分配到这个海洋石油 家里有关系 唐姑 他呢 就是我舅舅一放出来 他就找来了 还是要跟我舅舅结婚 这意思是 当时呢 就刚放出来 就户口还是农民呢 他后来反复说 说我跟舅舅结婚 你舅舅是一个农民 知道吧 但他们有这个历史上 这关系来 所以呢 他就结了婚 我舅舅在教中学 然后第二年 他们就生了儿子杨上 但是经济是很紧张的 都对我妈妈帮 这杨上都生在我们家 杨上上 他就是中学一个 教英语的 这时候他也就彻底服气了 也没有前途了 没有前途了 就后来呢 两个人也吵架 因为不般配啊 这个人是我这个舅妈 她是大学生 工资60块钱 这还有各种补助什么的 而他就是这点 这点死工资啊 又在老家农业户口 很不般配 有各种原因吧 老吵架 当然还没到离婚的程度 老吵架 实际上就后来有点分居的意思了 按说呢 我舅舅就绝望了 就在农村待着了 结果就到了1978年了 咱们管他叫忽如一夜 春风来 知道吧 恢复研究生考试 他就要回北京 要回北大 要去美国 这什么都来了 他的机会全来了 当时他为了 为了考试有把握 他就考了这个北大有一个叫 外国哲学研究所的研究生 这是一个很冷的门啊 对吧 很冷的门 当然他就高分考中了 北大研究生 据说他的英语呢 考了97.5分 就是完全是满分 他一个小时就全做完了 他本来英语就好 又当过中学的英语老师 那小题他都不丢分的 他半个小时就做完了 做完了他还不敢走 他非常重视 他还在里头抽烟什么什么 等了一个小时 实在等不住了 他交的卷 第一个交卷 对他跑到外面 就抽了两只这个 什么大旗门香烟 打上了一趟洗手间 对很镇定的 他的成绩英语是全国同考 或者北京同考 他是第一名 要不就是全北京 还是全国的第一名 因为像他这种情况 很罕见 他学的那些东西 费尔巴哈康德黑格尔 谁学文革的时候 他的同学也是一些哲学系的 前大学生啊什么这些人 上了北大之后呢 他是七八年来的 那时候中美还没建交 他就是个风云人物了 到了北大之后 他认识刘元 当时邓小军的二儿子邓之方 都在北大研究生 刘元他没 不让北大他上 让他上了北京 这个师范学院 他还去见过王光美 因为他以前就很有名了 在66年 他就是炮打中央文革的 什么伊林嫡西 杨俊 杨炳章 什么李洪文 这些人都是在北京 都是很有名的 已经 他这种名声 其实是被这个批判 他的人 这个放大的 就像猪毛 这都是被这个反对的人 放大的这种名声 两次坐牢 他还这个 他干了一件事 说当时北大呢 派来一个原贵州省委书记 叫周林 当北大党委书记 然后周培元呢 是原来的北大副校长 就是原来的 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 这个老海归了 当校长 校长跟党委书记就有矛盾 二周之争 他呢 就写了一个信 给通过邓之方 给邓小平的信 他说呢 这个二周之争呢 说其实也没有什么 但是呢 北大不能没有周培元 周林呢 是党的 周之方啊 邓之方还是 邓之方 邓之方是邓小平的二儿子 在北大当研究生 争论的这两个人 一个是党委书记周林 原贵州省委书记 北大党委书记 周培元 是北大校长 他们两个 对怎么治理北大 有纷争 党委书记跟校长 永远是很可能有矛盾的 他就通过邓之方 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说呢 周培元是北大 不能离开他的 但是周林呢 他是党的干部 党怎么 党可以另外安排 也没给他回信 邓之方说信交到了 说过了两个月 周林就调走了 他认为呢 就是他的信 起作用了 这是他上书 唯一起作用的一次 以前给毛主席他也写过信 都没人理他 然后他就 照小冬的话说 叫削尖了脑袋 要留学美国 但是当时还没有这个政策 中美建交是79年 出 最早呢 也有几个高干子弟 像那个 梅艺的儿子 也是 梅京 什么这些人也想留学 后来也留了 也到哈佛去了 最后好像都没得到博士 梅艺的孩子 后来是当基辛格的 这个中国顾问 中国主任 也发展得很好 但是他可能是 跟导师关系不好 还是怎么回事 好像是至少很长时间 比他很晚 没有得博士 最后得没得 我不知道 结果呢 他是在81年就去了 他去的时候呢 他还是这个 他不是公费留学 他自费留学 当时有一个 我们也算有点远亲 一个山东人 叫刘石 他后来跟着这个 刘石是在纽约吗 对 他是联合国的议员 他是十三四岁的时候呢 山东的一个中学生 当时呢 就撤退到青岛 跟着国军呢 因为这些中学生呢 就全撤到台湾去了 到台湾 他还亲共坐过牢 这个刘石 然后他就跑到美国去了 他中文好啊 他就当了联合国议员 所以呢 在这个 中文翻译区 他们叫 翻译区 那一带有一批台湾人 因为中文是这个 联合国的工作语言 所以必须所有的文件 都得翻译成中文 六种工作语言 除了五个常任理事国 还有阿拉伯文 所以翻译区有一批中国人 当时都是台湾人 台湾的大陆人 刘石呢 就是他在71年的时候 他就回过国 72年就回国了 他他那个 当时还是中国国籍 就是台湾 因为你在联合国工作 你不能是美国国籍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中美联合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有这个规定 联合国的官员 可能翻译 可能还可以 官员都是要有 实际上 这个联合国的 中文翻译区的人 他需要英文很好 中文很好 否则的话 都不能做翻译 所以中国大陆 没有这样的人才 从台湾出来的这批人 是左派学生 他们思想是很左的 保调的 保调的 所以这批人呢 中共就觉得 把他们趁此机会 安排到翻译区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是 联合国代表团的理事 联合国的理事 所以他们有了 要送他领导 他让谁当 谁就才能当 不让他当 对了 吃不了这碗饭 吃不了这碗饭 而且他们呢 是在72年就可以回国 而一般的美国公民 是79年以后 中美建交才能回国 所以他们在那个时代 他回过国啊 当时那风光无限 没有海外的人回来啊 他带着儿子女儿回来什么 他女儿后来还 在台湾生的吧 还在北大 我们还给他 安排在北大游学过一年 什么什么 当时都是很风光 很稀缺的 这刘石 然后他就专门 在研究生期间 就跑到老家 刘石回来了嘛 就去见刘石 人家还不让他见 这个后来他说 他是北大的学生 那北大的研究生 那刘石当然就见了 刘石就答应帮他 所以呢 他其实81年春天 就去了 先去了之后呢 他还是用 哥伦比亚语言学院的名义 去的 去了之后 他自己跑学校 自己跑耶鲁 哈佛 哥伦比亚 拉关系 见人家 当时他卖了老家的房子 买了机票 卖了老家 那个2000块钱 卖了老家的房子 后来我妈妈又给他赎回来了 那还是劣势故居呢 现在算是 对啊 现在劣势故居 叫他给卖了 而且卖给本家一个人 结果那个人就在那个 在那个前头那块地上 修了一个很大的房子 就使得我们这劣势故居啊 现在就显得很寒酸了 本来很大一个院子 你房子破吗 你院子大也行 也重新整修过 结果前头一个大房子 弄的就 就就就就不太对头了 嗯 他到了 他就自己跑 他的书里都写过 他写了一本 从北大到哈佛 这97年出版的 又写了一本 98年出版的 又写了一本 我在哈佛15年 这当时 我们都有这个书的封面 这两个书当时影响很大 尤其是 从北大到哈佛 他把这个频道给占了 现在想起来 他当时也没这意识 后来出了很多这类书 比如说第二的就是 从复旦到这个耶鲁 对吧 从这个 这个 这个 比如说从这个 北方交通大学 到麻省理工学院 就很多人写了很多 从哪到哪 从哪个学校到哪个学校 但是他把这个 number one给占了 从北大到哈佛 嗯 他呢 实际上是四个学校 都录取他 全额奖学金 其中哥伦比亚呢 是说你得 你得教 你得有教学任务 哈佛耶鲁和 这个密之根 密之根他也没有去 是有人帮他忙 做的 都给他全额奖学金 好像耶鲁还稍微多一点 而这耶鲁他最早联系 但是他想想还是 中国人们还是有这哈佛情节 他就选了哈佛 嗯 哈佛呢 经过一番苦斗 因为他的基础还是很好的 学习基础还是很好的 高中全部上完了 英语也好 说哈佛呢 他这个有第二外语 是俄语 他也是都是过关的 日语什么的 他就在1986年的夏天 春天 他就拿到了哈佛的博士学位 他的论文呢 就是好像是叫 长征与毛的崛起 然后他从革命到政治 他还是独辟蹊径 他认为共产党呢 通过长征 嗯 就是自己呢 长征以前的这个 政治理想主义战 战上风 长征之后呢 毛泽东掌权之后呢 就是以政治现实主义 要夺取政权 为主要着眼点 从革命到政治 嗯 这么一个 当时影响很大 后来英文也出版了 学书界 他还写过一些别的论文 在中国研究的 有一个刊物 权威刊物叫中国研究 多次发表文章 嗯 他拿到了哈佛博士 也是最早的一批 1986年嘛 嗯 86年的博士 好像名校博士 就是有一个林毅夫 大家都知道啊 从台湾 芝加哥大学 嗯 林毅夫 他是芝加哥大学的博士 嗯 这个林毅夫呢 我们家也很了解他 因为他 他过来之后呢 原来是国军的模范连长吧 台湾的什么十大青年 他呢 来了之后呢 他想 他就跟组织说 他说 为了我家人的安全 现在国方呢 国民党方面 说我失踪了 就不要宣传我的事迹 当时这个 呃 国家这边呢 还是满足了 这个要求 按说当时很需要宣传他啊 呃 这边还有还有叛逃的飞行员 很需要学生的 但是共产党还是眼光远大 就没有 没有说他这件事 嗯 就安排他去上学 他本来在台湾就是博士 就是硕士 他说上人民大学 人民大学还不敢要 就上了北大经济系 啊 当时我妈妈当书记嘛 我妈妈也知道他的底细 别人是不知道的 他对外 我那时候也在 别的戏嘛 我都见过他 他他说他是新加坡乔生 新加坡乔生 后来呢 他他也毕业了 毕业之前呢 诺贝尔 经济学奖的这个 这个舒尔茨 芝加哥大学的 来北大访问 要找一个议员 那时候要找一个 又懂经济学 又懂英语的 还是很少的 国家也没培养出来 就他找 上了他的 让他去了 然后舒尔茨很满意 就问他愿意不愿意 这个 上芝加哥来上博士 他当然说愿意了 然后呢 国家其实 国家是管控他的 军队是管控他 他有关系在军队的 因为我妈妈 有一个老战友 当时就在华东军区嘛 都知道他们还一块去过 三个人都见过面 林毅夫呢 就到了芝加哥大学 后来他们都是 八六年毕业的 当然尹利夫年纪轻 又学得好 但是好像当时还有一个 就是比林毅夫 资历更老一点 叫文贯忠 太拿得不是学位了 芝加哥大学 好像他比林毅夫还早一点 文贯忠是这样 他是文强的儿子 文强号称是 毛泽东的表弟 但他是个军徒 他是军徒 文贯忠 我也算认识 我们一块到那个 以前在一个 有一次在台湾访问 访问土地改革研究所 我们一块待过十几天 文贯忠 非常好的人 对 人是非常好的人 他是文强的公子 文强也是干饭 因为毛泽东的母亲是姓文的 他不是亲表弟了 他是可能至少是四二的 就是三级表弟了 可能二级都不是 他们号称是文天祥的后裔 所以毛泽东这个母系 可以说是跟文天祥 大上关系了 但是是这样的 姓文嘛 文其媚 或者叫文其美 因为毛泽东他受他这个 他小时候就被放在文家 他受文家是大家族 比他这韶山这个厉害 他受他那些舅舅什么 都很有影响的 不说他们出了这么一个事 他们俩一个是芝加哥大学毕业 一个是在国内都很熟了 一个是哈佛大学毕业 他们都申请博士后 当时杨炳章申请博士后 当然这个林毅夫 他是经济学 他的路子是很广的了 他同时申请 都申请几个学校 最后林毅夫去了耶鲁 去了耶鲁 然后这个 他们俩都申请过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呢 按说杨炳章 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 这个林毅夫呢 他就放弃了哥伦比亚之后呢 他就多了一个事 他呢就说 跟哥伦比亚还得 你放弃了你得写封信 他就跟哥伦比亚说呢 我很喜欢你们 但是我没有 有各种原因吧 我就选了耶鲁 但是有一个人很好 杨炳章 他也申请了哥伦比亚 他就说了这个话 等于推荐杨炳章 结果这事就把这事搞砸了 这哥伦比亚呢 就本身认为 你选了耶鲁 就是对我的一种藐视 哥伦比亚认为 自己并不比耶鲁差 现在你又 你不来 你还推荐一个别人 就是你们中国人在搞鬼 就明明可以要杨炳章 杨炳章本来也是个竞争人选 但是呢 当然也有别人了 这永远有竞争人选 就故意不要杨炳章 还说你这不对 你这等于是 杨炳章那年就 没申请成这个博士后 当然了 后来这个 哈佛的费正清研究所 就要了杨炳章 让他去帮助工作 然后费正清当时还活着 就让杨炳章 他们共同编一个 什么中共什么资料 杨炳章就当了费正清的 最后一个工作助手 外界就传 他是费正清的 费正清大家都知道了 中国说他是费正清的关门弟子 因为他不是他的研究生 他的导师是麦克法克 当时的所长 还有傅高义什么这些人参与的 当然这些人你说 你研究毛泽东 这些人也就是说说而已了 他们不会比学生更了解情况 因善于也不行 但是他是这个职位 你在哈佛当博士 你当然就得被他管了 他也很顺利就拿到博士学位了 有的人几经坎坷 这一坎坷下来就不得了 就不容易得到了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 他搞得很快的 人家问他说你提纲出来没有 他说已经写好了 他还很重视 他写好了之后呢 他都打印好 甚至请美国学生帮他校正 因为毕竟英文你不是母语嘛 都搞得很好 一出来就是一个成品 他当这个 结果他到了费正清中心呢 帮助工作就站在那工作了 但是他没有绿卡 他也想得 他是自费出国嘛 他理论上他是可以得的 不像那些J1 那些J1的人你是不能得的 没有64你是当不了 你是不能申请美国绿卡的 但是呢 这个费正清中心呢 就说我们没有先例给你这个绿卡 因为你还不是正式教职 你现在是帮助工作 而且我们哈佛呢 根据近亲原则 我们是不能录取你的 你必须到别的学校去 有教职啊 哈佛不能用自己的博士 当教职 而且呢 帮助工作的时候呢 他认为主要工作是他做的 然后主编呢 是麦克法克尔 他只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参加的人 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嘛 人家搞来的经费 人家搞来的事 这很难嘛 但是他就不平 他就老争这个事 后来你们既然不给我署名呢 你们给我办绿卡也行啊 又说不行 他就很愤怒 这时候有一个大都会保险司 那中国人能 中国工作的人很少 他是有工作许可的 因为他是自费生 拉他 并且答应给他办绿卡 他就参加了大都会保险公司 就离开了这个费灵经中心 他在上学期间和在这个费灵经中心呢 他是他的人生 他很风光的 他给美国的那个国家地理杂志 当这个议员 随着他们回国几次 到哪都是 到了四川都是省委书记 省长接见的 那时候国外回来的哈佛博士 你没当人家 也是哈佛博士 很风光的 那是他人生很风光的时候 后来到了大都会保险公司 开头做的还不错 后来我到过那个波士顿 我还跟他一块去 看过他做业务 人家当时那些华人的那些白领 当然都是港台人了 他一说就签约了 然后他就说你看这一签约 他们交多少保费 我就能得多少 哈佛博士 办保险 对 但是当时还行 收入也不少 他也跟人家推销保险 他就按照人家的说法说 我听着就很对头 我说是不是我也应该买保险 他说那是推销 说我们这些人工资哪来的 都是保险来的 你不要入 这东西就没维系 但是干了一年多 人家就给他办了绿卡 办下来了 干了一年多 后来两年可能 这个新的毕业生就来了 因为毕业生还是能有一年半的工作期 后来来的新的 他就有竞争了 他这个人搞商业有竞争就不行了 他当时还在写书 他除了他发表文章 他要写一本这个 邓 后来中文也出了叫小平大传 对 他跟我联系过 在英文世界里很有影响 这本书 因为他既不是那种攻击型的 他也不是国内出的那种 全保的型的 全扁的 全保扬的 更不是 他是一个比较中庸的 中勇的 后来很多单位都拿这个书作为 邓的一个公正的评价 小平大传 邓的一些历史上 他也有涉及 也涉及 他专期写这本书 但他收入就少了 你写书也没什么收入 他就有一个 哈佛 我们有个照片 他有个大破房子 很大 是18多少年建的 他当房客都住在里头 房东呢 是一个老修女 无子女 就死了 死了呢 当时有个法令 这个 马州有个法令 就长期房客呢 可以以一种优惠的价格买这个房子 当时律师来处理 当时呢 他就 15万 10% 凑了1万多块钱 每斤 就买下了这个大破房子 有三层 三套 他的主要生活来源 就是这个 这个大破房子 当然你还得修理啊 什么事 但是在 他就是很 很异类的了 别人都租房子 他有一个大房子 大破房子 这次我来 他去世了 我就来处理这个事 因为他跟他儿子 好长时间不联络了 最后 他儿子应该是比较顺利的 能够 能够接收这个房子 因为 他委托过我 这个房子 这个我也很熟悉 他儿子不熟悉了 过来信件账单 什么 全都扔着 其实这里还有事 还有人 觊觎这个房子 包括房客什么的 都出事了 都出事了 欠了很多钱 什么的 但是这个房子 现在很值钱 现在查了一下 应该是150万 当然得修一修了 他现在挺破的 他后来又 负了很大精力 把他后边一个小破车库 改成了一个 很好的房子 他花了很多钱 改得很好 然后呢 这里还有一个 他原来想跟他结婚的 一位女士 比他也小不了几岁 他呢 也参与管理 还在这里放着东西 什么的 他也不知道他去世了 所以这里还很乱 所以还是我们后来 我妈妈跟他的那个 他儿子还不跟我们联系 那时候 后来跟他的这个 我的舅妈联系 就说 还是争取让他儿子继承 因为他后来一直没有再婚 虽然有女朋友 没再婚 这事也办了 因为也必须要来 我这次就是要处理这个事情 要不然的话 怕他搞得很乱 一乱了就不好办了 因为他 那个人又委托别的中国人来管 那些 如果说 出现很乱的事情 好 后来就成了一个人生的低谷了 保险公司也干不了了 好 我们现在人生的低谷 我们的故事也到这个地方 结束第二集 我们第三集来讲一讲 杨明章又怎么重新崛起的 好吗 对啊 他人生的低谷 好的 等你一分钟 好吗 表里的 搞定 老是 失败的